尽量穿起白色婚纱 新郎西装笔挺 跟着摄影师指示 摆出甜蜜pose 浪漫拍婚纱照 但后方的场景好像怪怪的 你没看错 这对新人后方的景色竟是散发阵阵恶臭 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山 这也是南投县普里镇 虽然年轻人发挥创意 百无禁忌 婚纱照选择拍摄的地点也千奇百怪 但这张超有味道的婚纱照引发网友热议 满头问号 有人猜测是指臭味香头吗 还是两人都在清洁对工作 就是其实台湾很多县市都有这样子垃圾山 台湾我们的垃圾量也是逐年在成长 所以就是希望借由拍婚纱的机会 让大家就是关注这个垃圾量爆量的问题 我们婚礼也想要强调那个 环保 环保就无塑胶的婚礼 上完顿的垃圾因外运处理不及 让普里镇的垃圾山成长速度惊人 高度超过四层楼 这对新人也希望透过婚纱照 呼吁大家一起做好环保 减量垃圾 这一堆垃圾山当成婚纱来拍 当然是很新的创举 但是我想说 我们这边的政府能不能赶紧 把这些垃圾的问题把它处理好 不具浓厚臭味 拍摄另类婚纱照 不只凸显垃圾暴量议题 更希望打造环保婚礼 实践环境恶序 藉政维强 华明君 陈文宇 贊东报导 by bwd6 A da bo bwd6 aoro by bwd6 aoro